我先讲一段就是说 我其实跟洪西昌教授的看法 我是比他悲观很多 我不认为中国大陆现在的问题 还是我们在2017年以前 所谈论的那个论点 那个过去就是在2017年以前 就跟洪教授讲的那些逻辑 大致是那样 但是2018年出现的主要是 美国对中国这个 打了重重的一击 这个重重的一击 可能有一些人没有感觉到 其实它最大的影响 倒不是只有关税 美国其实对中国大陆 做了相当多其他的压力 那么其中包括就是技术封锁 那么它在好几个案例里面 像福建进华 像这个中兴通讯 这些案例里面 它已经产生了极大的寒蝉效应 所以美国有非常多的华人 现在根本不敢回中国大陆 尤其是一些比较具有技术背景的一些教授 那么我在过去几个月 我到北京去 那么科技部的人也告诉我说 他们现在根本没有办法邀请任何华人 回到这个北京去开会 那我们也知道 有一位知名的学者自杀 对张首胜 对那这些问题呢 就说明了就是说 其实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的技术封锁 在过去一段时间 它的力道是非常强的 那么引发了产业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产业列的影响 这是很很大的 你说它的影响包括创新能力 包括产业的这个 最大的影响就是投资 就是说我们从这个 这个向松座教授所讲的 他说为什么现在 这个内需就是消费 居然占到了整个GDP贡献的78% 那投资到哪去了 因为投资是负的 就是说实际上 在这个整个计算里面 现在中国大陆 自己对中国大陆的投资 包括有钱人的投资 企业的再投资 还有海外 那么其他国家 对于中国大陆的投资 对很明显的知道 现在是呈现一个 负向的数字 这个数字其实对于 产业的发展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另外其实 它国内的消费 也有走向这个廉价化 或者是走向一些 其他的这个节省的方式 其实就如这个 像松座教授所讲的 他说根据他的资料 那么统计局的资料 透过一个知名的 或者是说可信任的机构的估算 2018年中国大陆的经济成长 可能只有1.67 这是向教授讲的 不是我讲的 甚至于可能是负的 而不是什么6.5 那么我觉得这个可能性 在经济学理上面来讲 是完全可能 因为即便美国 美国在这么 二次世界大陆以后 这么强盛 可是他就是因为一个 这个这个 次贷风暴的事情 他在2008年 几乎整个国家 几乎就要崩溃了 很多大型的公司 包括通用汽车 当年都几乎要靠闭了 如果不是美国政府 采取了一些 非常特殊的这个行动 那么美国其实在那个地方 会受重伤 那么中国大陆 其实2018年 碰到了就是这样的现象 只是这个现象 现在被大量的讯息所掩埋 所以我们再过两年三年 回来重新看2018年 我个人认为 2018年的成长率 绝对不是6.5 这是应该是很清楚 而且这一波会继续带到 2019年 因为2019年的3月1号 中美之间会不会在贸易上达成 这个谈判的结果 不知道 不知道 那么而且这那一波 就算达到部分的成果 继续下去 川普是不会放手的 继续会往下做 那这是 从投资面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经济 它不是只有下行 它其实是向下崩溃 而且会继续向下崩溃好几年 所以这个是大家要有一些心理准备 我们不想看到这些现象 但是我们也不愿意用一些官方的文字 那么把我们自己的这个视觉良知良能所掩盖 那接下来我就讲说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它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其实也是在我刚刚讲的那个假设前提之下 它现在做了几个事情 是因为它曾经尝试 这个习近平跟李克强上任四年多来 他们尝试要做的事情 发现像这个供给侧的改革 不管是刚刚讲说这个去杠杆去库存 其实效果非常非常有限 对于房价的控制碰到了很大的阻力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的城市 那么它的房价还没有涨 那我现在就限价限量限资格 很多人就抱怨了民众买不到房 他如果真的是要买房 所以习近平讲了 所以这个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但是有些地方确实人家是用来住啊 不是用来炒啊 所以怎么把住跟炒 能够分的开来 这件事情在这一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里面 他也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政策性的决定 就是说我们可以阴城失策 就是在不同的城市 在一线城市二线城市 那么沿海城市内陆城市 我可以使用不相同的限制房价购买资格 限制房价的相关的措施 他把这个房市 解决房市的这个烫手山域的问题 交给了授权到省市的一把手 去做一些适当的决定 中央基本上站在一个监督的角色 这个是完全是这个主从异味了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您刚刚提到的就是有关这个积极性的扩张 这个财政政策 我们如果各位如果了解李克强 在上任的时候 他强调李克强经济学 李克强经济学是不主张使用财政政策 也就是说在温家宝时代 为了救市有所谓的四万亿 就是进去这个救市 那么进入了铁公鸡 这是铁路公路跟基础设施 那么这个就叫做财政政策 那么李氏 就是当然后来这个李克强不再讲了 因为据说习近平不太高兴说 为什么有李克强经济学 为什么不是我习近平的主导经济 Anyway就是说 这个事情后来虽然没有这个名词了 可是李克强他自己的思想里面 他是强调创新强调这个去杠杆 他是从来不强调财政政策 那这一次为什么把财政政策写进去 而且说要有一个积极的财政政策 事实上在这个之前 刘鹤透过这个他的幕僚 就是人民银行的副行长 曾经对财政部做了很大的呛声 就是说你的财政政策做的不够积极 那这一次的这个中央工作会议决定 要扩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这就代表了说 他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危机 需要使用类似像卡因斯的做法 要我政府要开始大量投资 在这个产业界 在这个基础建设 然后用这个力道来带动整个经济 因为整个经济已经疲软了 那么这是第一个我们所看到 另外透过这个 他要让民间的投资增加了 所以他来扩大减税 那么还有减税降费 费跟税 其实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看 税是由中央政府收走了 费是可以交给地方政府 收取的单位可以直接使用 所以他其实都是对企业 跟对人民收钱 那这个税跟费都要降低 降低的目的是因为 这个因为现在有太多的微型中小型的企业 甚至于有一些大型跟国营企业 他已经面临到经营上面的困境 那么如果你不给他减税 他就不会继续的投资 他甚至于要减少他所聘用的劳工 那这种 这个是一个雪球 这个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其实在经济的学理里面 从一个成长10%的这个经济体 连续40年平均成长10%的经济体 要一下掉成负的 这个是有非常大的可能性的 只要有一个事件来trigger 就我刚刚讲2008年或者2000年 是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 所以2018年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是不是就如2000年跟2008年 那么对于美国经济 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性 大家还是值得观察了 那么另外的话就是刚刚讲说地方的税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 中国地方政府卫生报的隐性债务 估计在人民币的30万亿到40万亿之间 那么在这个朱镕基时代处理过三角税 就是很多的政府机构跟政府机构互欠的税 他想办法把它清理了 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清理 可是自从他清理以后 从这个4万亿这些事情出来以后 现在大家互相借的钱又增加了 地方政府发债 地方政府透过投资公司 向这个资本市场或金融市场去借一些钱 这个隐性的债务从30万亿到40万亿之间 需要花好几年的时间来清理 那目前简单的清理方式 就是允许地方举债的额度 让地方政府在债务上面可以举债 那么不要有一些隐性的债务 让这些隐性债务变成一个 这个明就是说清楚的账面上的一个债务 像这些问题 为什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做成这些决议 就是后面有非常严峻的一些隐忧 这个值得大家注意的 另外他这一次对于股市的清理 就是在11月份的时候 习近平在上海这个进出口博览会里面所讲的 就是说在这个上海股市要创立科创版 并且实行所谓的注册制 什么叫做注册制 注册制就是说以前我要上市 政府要审查这个公司 有没有上市的资格跟条件 所谓的注册制就是打破这个 就是你任何人想要来上市 你只要交出上市应该交的财务报表数字 我的上市这个上海证交所 只要审查 你是不是符合这个刑事要件 你都交了这些报告了 我就让你上市 好公司也可以上市 坏公司也可以上市 决定权交给市场决定 就是投资者包括散户股民 包括这个公司的投资者 自己要去看这里头上市公司 不是我政府挂保证的 有好的也有坏的 那这个是中国大陆已经讨论了好多年了 那这次终于在习近平决定拍板说我们先试行 我们有科技创新板 然后我们试行注册制 就你只要来注册你就可以上 你是不是好公司 那么你只要把资讯揭入 那么要由投资者自行来判断 那这个事情一般认为说在短期 他对股市呢会透明度会增加 大家就必须要自己负责了嘛 你自己的股票烧掉就算了 但是呢他会他会引导出几种制度 第一个呢对于很多人来讲 他看了这个公司不好 他虽然上市我就去放空 我去做空 所以空投会增加力道 那这个时候 这个股市会有一段的这个辛苦期 可是这个辛苦期过了以后 那么大家自然的就会对自己的投资 有比较大的掌握 然后比较清楚 所以第一个是空投 第二个是将来退市 就是说不好股市跌到非常低 这个股票价格跌到非常低 你直接从股票市场里面退出来 这样的事情会变成常态 也就是说做空跟退市 要让它变成常态 以后不再是说只要把钱丢进 或者有一些消息面 把钱丢进这个上海跟深圳的股市 我就会赚钱 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 这个才是一个比较结构性的 根本性的去解决中国大陆股市的方法 那这个事情呢会变成长多 但是会短空 就刚刚讲会造成一段混乱 所以2019年的股市呢 会因为这个注册板 或科创板的试行 会不会有一些结构性的质量的改变 这个我们都还可以持续观察 那个紫辰兄竟然讲到这里 这一次中金会议 而且是九年来第一次没有提到汇率的目标 为什么呢 一般认为就是说 第一个呢 这有正反两面的说法 有一种说法就是说 汇率的上下调整了 已经变成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常态 过去可能我们只能上调1%下调 上调0.1下调0.1 现在往上走1% 往下走1% 我们可以接受了 以后往上走3% 往下走4% 我们也可以接受了 就是说第一个呢 这个大家的适应力增加了 另外一个说法是认为说 美国在3月1号的谈判里面 一定会触及人民币要贬 要增的问题 到时候再来这个 如果我现在就表态 我落实给美国政府说 你看你控制人民币 就是变成操控人民币的一个口实 所以他这次的中央工作会议 他就完全一个字不提 有关汇率的部分 这个挺有意思的话